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大家好,我是阿健 今天用一把豆角和两个土豆 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做法非常的简单 也不需要油炸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将土豆用削皮刀 给它削去外皮 土豆是一道非常好的食材 不管是做炖菜 还是用它做家常菜 特别的深受家人的喜欢 所以我家隔三差五 就用土豆来做美食 去皮后我们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放置菜板上 选土豆一定要选这种黄心土豆 它做出来不仅口感好 而且颜色也很漂亮 选土豆 我们一定要选这种黄心土豆 它不仅口感好 而且做出来卖相也非常的漂亮 去皮后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先切厚片 然后再改刀 给它切成条 土豆条的话 我们尽量给它切短一点 这样在炒汁过程中 就不容易断裂 全部切成这样的细条 然后给它装入盘中 再用清水 给它洗去表面的淀粉 防止氧化变黑 豆角我们给它清洗干净 再将它切成三厘米的小段 全部切好后 给它装入大一点的盘中 准备几颗蒜子 用刀给它拍扁 然后再给它切成蒜末 尽量给它切碎一点 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几个小米浆 给它切去地 然后切成马迪片 切好和蒜末放一起 为了在炒菜的时候 不手忙搅乱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料汁 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加入三勺生抽 一小勺老抽 一勺蚝油 一丢丢白糖 少许的鸡精 再来一勺定粉 最后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然后用勺子 给它搅拌均匀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至所有调料全部化开 然后给它放一旁备用 食材备小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喷热 锅中下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之后 下入沥干水分的土豆条 给它小火慢煎 煎至像这样 土豆里面没有什么水分的时候 我们再转大火 然后不停地给它转入一下锅 使鸡肉了均匀 煎至底部有土豆的焦香 然后我们再给它翻一面 继续给它煎2-3分钟 煎至土豆 丝面微黄 煎至像这种状态就可以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食用油 把豆角给它倒进来 开中火 将豆角煎炒至8成熟 炒至豆角像这种状态 表皮微微起虎皮皱就可以了 锅中不需要加油 下入蒜末 小米辣 开小火 给它煎炒出香味 煎香以后 把豆角给倒进来 然后随意地给它翻炒几下 再把土豆条给倒进来 然后继续给它翻炒几下 最后把料汁给倒进来 然后给它咕咕咕咕咕十秒 再将它翻炒均匀 到每一个食材都裹上料汁 像这样给它翻炒均匀后 一道非常好吃的土豆烧豆角就做好了 非常的下米饭 然后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土豆烧豆角 非常的入味 吃起来也是软弱咸香 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喜欢的朋友可以按照我这个家常做法试一下 特别的美味 这要是配上热气腾腾的大米饭 保证你能多吃几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阿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哦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喜欢 菜分享 找阿剑 天天相见 shit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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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